好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唷 最後一層 普萊德 溫力五十萬就滿等了 他為什麼把溫力變成協助者系列啊 有點怪 敵官洗技能 靠近來 1 他們好像不是這麼好對付的耶 好像不能那麼嚇張再洗技能 要認真打 最好先帶走一隻 下一隻再洗技能 比較安心一點 Bren 這傷害其實還是有點痛 好 可以洗了可以洗了 洗大概兩回合吧 留左邊這個比較好洗技喔 因為暗珠會讓你天降星珠 比較爽一點 好 他應該要死了 第二關 第二關也可以洗技耶 前面先把一隻米看一下 溫里的三位有點慘 蛤 他為什麼要把它做成協助者系列 協助者系列有一個名字叫什麼你知道嗎 雷卡系列 啊沒有吧 協助者其實好像 現在 現在協助者比較常用到大概只有 那個馬修而已對不對 那馬修也要 淺姐之後才有用 淺姐之前也沒用 協助者還有誰 對啊 協助者都是雷卡系列 所以他這個分類是正確的 你知道嗎 分類正確喔 哇 合體了 很會分類喔 神魔之塔 MH超會分類 覺得這個時程難不難 有些地方真的要注意一點啦 不是說無腦 無腦 無腦 組隊無腦過 奇看不 這邊開這個阿爾芳斯 欸 不對 花樣開錯了 好像只能選兩個 喔 OK 1 2 3 4 5 6 再多一個就好了 吃飯了 奇看不 沒問題 輕鬆解 欸 就跟 聖鬥士沙子一樣不會出場 沙子還是有出場的 不過這一次真的是 比較少出場的機會 他是 手工按機械輪轉 可以復活變強 所以其實這邊他沒什麼技能 他只會幫你 封鎖而已 墨翼 哈囉 就左邊都會復活欸 其他都來好了 可是你有合體之後 就不用怕他復活啊 整隊的傷害超夠的 好 要死了 水 好 它就有不一封 好 要死了 好 他就好 好 好 紙袋好像真的比較輕鬆一點點 只有一點點 那個光珠轉的有點多 對戴斯卡還是蠻舒服的 整個沒光珠讓你消 舒服 斯卡我覺得真的是必練 這張卡片太重要了 整個關卡有些 這種盾牌其實超常出現的 給你轉出大量魔術珠 然後又讓你進消魔術珠 很慘 開這個 其實很簡單耶這一盾 不要消到暗就好了 好很簡單 然後再開一個借王 就這樣結束了耶 吃飯了 然後不能需要暗 但是沒有關係 這只有五combo他也是得死 隨便轉都過 這對很簡單 推薦大家 不用春香其實也不用太擔心 啊那個只有冰凍珠五顆而已 收高 來囉 這次第十關做的蠻簡單的 如果你有新的系列的話 接下來我們來試更多通關隊伍好了 我覺得項羽應該也是輕鬆過的 一開始玩什麼就用電灰版嗎 沒有吧 只會一開始玩什麼就用電灰版 可能有啦 但是我自己是用手機玩 然後玩了覺得 喔這遊戲蠻好玩的 然後後來要實況的時候才轉換電灰版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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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